我們討論第二題吧 AQs 乘上絕對折力減二等 K 三個相似十根 相似十根 要求 K 的範圍 那這個題目也是像自己講過的 你把這個數值 把這個部分拆成兩個 拆成兩個函數去做計算 剩成這兩個 一個是 Y 等於 AQs 乘上絕對折力減二 還有 Y 等於 K 那 Y 等於 K 不難 它就是要水平線 所以我們要找這個 Y 等於 AQs 乘上絕對折力減二 那看到絕對折力減題目 你記住就是要去絕對折力減 所以怎麼辦 我們要分段討論 所以要先討論 當 AQs 乘上小於二的時候 還有 AQs 大於等於二的時候狀況 如果 AQs 小於二的話 這個不是負的嗎 負的話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那個圖就出來了 就變成了 AQs 乘上 負X 加二 真的嗎 保育小於二的關係 所以要拒絕這架負號 所以把成開變成 變成了 負X 平方 加二X 好 那它的圖長怎麼樣 它圖 它圖就變成了 負的括號 X 平方 減二X 加一 再加一 再加一 所以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 負的X 減一的平方 再加一 所以 從圖外看的話 應該通過點是一一 OK 然後呢 開口是往下 開口往下 這樣子 那因為是X 小於二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只能畫這邊來而已 然後畫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你就不要把它塗掉 這裡 這個部分就不要把它塗掉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放個例子告訴你了吧 要小於二 所以只能畫二以外 二以後的 所以呢 對不起 這個二的話 這樣 要多畫一個 這邊有 二的話 還有通過那個零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要的 再來我們看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是大於等於二的話呢 大於等於二的話 我的彎會變成 就變成正的嘛 對不對 就照差距 變成了 X 乘X 減二 隨便成了 X 平方 減二X 那就可以直接算了 隨便成了 X 平方 減二X 加一 再減一 再減一 所以變成一個 減一的平方 減一 所以通過是 一 負一 這裡 一負一 然後開口往哪邊 開口是往上 開口是往上 這個 二的話是零 三的話是三 這樣子 好然後也是一樣 其中這個部分呢 也不一樣 這樣子 會啦 OK 然後接下來 這個只完成了70% 接下來 這個是原本這個圖 有沒有 就是這個藍色跟紅色的圖 就是這個 Y 等X 等上 你減二 絕對是指的那個圖形 對不對 所以它還加上數字 Y 等K 那Y 等K 是水平線吧 所以會出現三個頸的話 只有那邊才會出現三個頸 像這樣子吧 對不對 像這樣子 一直到這個地方 才會出現三個頸 對不對 也就是說在這個頂點 跟這邊頂點的區間裡面 這個焦點這邊 才會出現三個頸 所以答案就全出來了 所以 K的範圍呢 應該是要大於這個 0 K要大於0 然後小於多少 小於 這個 1 這才出現三個頸 這樣會嗎 會拿 好 就這裡把它寫上去吧